预备 每个人都是五秒钟 预备 起时看看 首轮 维加队率先出棋 仙大队紧随其后 看得出啊 维加队三名队员在 有条不紊的布局 而此时的仙大队出现了暂时的被动 他们不断地在堵截 却忘了布局 此时 王俊凯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因为这步棋 维加队已经形成了四路布局 仙大队此时最明智的走法 是堵截两路棋局的交叉点 而王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扭转局势呢 好 危险了 哎呀 王源错失一步好棋 此时的白棋将会赚据绝对的上风啊 维加队再次进攻 这一步已到本轮赛点 虽然无形堵截了白棋的交叉点 但为时已晚 再不再等一下等一下 白棋侧路已经形成了四棋并联 即使黑棋再次围堵 白棋也将轻松地锁定胜局 第一轮 维加队获胜 赢了 你应该把这个他们三个挡住 然后你现在堵不了了 你现在只要堵一个堵到这儿 然后 但是 那姐你如果你堵这儿 我们走这儿 你们也输了 那我们要堵这个吗 没有 你应该刚才把它这儿堵住 我们就三个了 然后我们就走这儿吧 一个三三三 哦哦哦 观众朋友们 听到了小凯同学的战略吗 让我们再次回到小凯同学下的内部关键棋 正是因为这一步 白棋打开了开阔的四条棋路 不管黑棋怎样围堵 白棋获胜也只是早晚问题 不得不说 白棋队员办棒的